后来他有名气了 有味儿了 他会不会见了你们 都有点耍大牌呀 没有 因为确实没有 因为从89年 掉到前线话语团以后 一开始在前线话语团 有两个比较出名的 一个是侯勇 那个时候在搞影视这一块 一个就是范明 小平 在全军 对 在全国 严小平也拿了不少的奖 对 后来因为这个年龄 也有见大 还有一个就是 对这个艺术的追求 要求会更高了 就转上了影视 从那个 现在也算是 一线影视明星了吧 那当然 你看不管是 见到到哪个地方去 不能在哪个地方拍戏也好 我们战友聚会 到哪个地方去玩也好 不管是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这要是说 范老师 能给你照张相吗 能给你合张友吗 那都是对老年人 还特别的热情 还扶着 一点家子都没有 所以说 在外面的口碑 而且我们还扶着 这个战友聚会 我们就这波 就这波人一直聚会的 几年一小聚 两年三年一小聚 你们在哪里聚啊 在联云港 联云港 这个聚会主要是谁 掏钱吃饭的 主要是 饭面 所以我其实特别羡慕 你们有这样一份情感啊 因为我觉得 像我们这样 没有当过兵的人 其实真的是 人生的一种遗憾 就我特别羡慕 你们在军营中 穿上军装 那种感情 它是那种出生入死的 是那种 大家共同患难过来的 那种感情 一辈子都不会变 所以我相信 团长说的对 你肯定跟这些战友们 绝对什么时候 都是老样子 是的 很亲切 这个永远不变的 对 很亲切 在一个 就是说 在经常内心里 跟我们逢言过节 首先是给政委 给队长 问好 微信也好 打电话也好 所以说他 这么多年都坚持吗 坚持 一直都在坚持着 善良 内心善良 而且他很柔软 你知道吗 范明老师 我觉得队长特别有心 他专门 给你认真地 录了一段视频 送给你 作为礼物 一会儿我发给你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和范明 既是战友 也是发小 他现在是 我们朋友圈 和战友当中的 骄傲 作为你的好战友 好妹妹 几十年以来 你对我们周围 对大火 每个人的关爱 所有人都是 勇目共睹的 其实一直以来 都在关注你 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他身上具备 别人所很难达到 很难保持的那种温度 他永远都是活力四射 激情涌动 沸腾的温度 如果没有范明 我们战友的每一次聚会 很难成心 他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 说不完的话 干不完的事 我和他几十年的关系 几十年的交情了 我从来没有听他在背地里 说过别人一个不字 他永远都是赞叹的 赞美的 甚至是仰慕的心态 去表述一个人 去分析一个人 军人本色 永远在你身上体现 你是我们战友中的 南部湾 我们非常想念你 祝你永远的快乐 哇 王老 谢谢 谢谢 可不可以 又两口 表面有点大 有点大 无脸 你看有上海的 还有在国外的 是 我不知道这期节目 范明老师开心吗 非常非常爱 我想这个层面做的 咱们在这儿合张颖吧 好的 现在老团长好不好 谢谢 好吧 来 来 来 谢谢大家 来